这个 工作 约会 对了 电话 关机 你呢 我这一天干了三天的活 不就为了咱们的兄弟吗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让我们开始吧 那那那那那 这不我结婚吗 这词应该是我说吧 别吓得一语你也恰着 你应该强 兄弟们 让我们 开始吧 过去的十几年 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都会奋勇相抢 这是我们第一次 面对这种地狱级别的挑战 婚姻 我们来了 你 准备好了 从现在开始 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哎 就像我们的新产品年早会一样 不怕你的想法错 就怕你没想法 开始 我去 哥几个能不能给点主意啊 刚才一个个熊舅就想要忘了 没意见的吗 有个气势就行了 哪有什么主意啊 作为甲方 我先提几个要求好吧 在这个要求上 你们再给我一些建议 首先我觉得这婚礼啊 要浪漫 但是不能太虚幻 咱们需要非常地商务 但是不能太简单 就是时间呢不能太长 尽量短一点 大哥 您当年是英国王子大婚呢 不是啊 我知道我挺事的 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我跟刘顺南之间差距很远 现在她把这事放给我来办 你说 要是办得不好的话都没面子 咱们争点面子行不行 你们是想不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结婚是有女孩子一起的事 只有女孩子 就对女孩子想要什么 天才啊 说得有道理 我知道找谁了 谁啊 她是浪漫女王 金剧不断 创意频频 她是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女人 月子倩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不在我的资讯范围之内 好香啊 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要是帮你 你打算怎么回报我 想要回报啊 想要回报啊 可以啊 只要你说得出口 我办得到的 我都满足 行吧 算你欠我的 不过这事我也是第一次干 我得找一个专业的 你猜 杰子 我跟你说别找那许多 我过来凑照呢啊 这是咱们兄弟自己的事 别让他过来 大哥 时间紧任务重 关键人家许多大学的时候 就在婚庆公司兼职过 还是美国数一数二那种呢 现在除了他 你还有更好的人选吗 是不是之前那个 在上场赚到的阿姨呀 上场 什么时候啊 爸爸你不能这样 你不是从小时候教育着我 说要专重女生 做一个有你忙的男人 怎么知道你 为什么就偏见 那个美女儿爷 怎么偏见呢 爸爸这不是偏见 因为 大哥 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这次结婚啊 到底是完美 还是完犊子 就看你了 全凭你一句话 那我肯定让你完犊子 你帮我牺牲一下不行吗 就一定要完犊子吗 爸爸 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我喜欢他 你喜欢你爸就行了 你是不是答应他们了 我本来呢是没想答应 但是你说李杰森 他一直跟我唠叨 我就一不小心地答应 一不小心 那你去吧 那 那 那怎么办呀 那你 你帮我去呗 要是你去 我才不去 我知道了 你不是不想放晓菲 你是讨厌的那个谁 我讨厌他 我有空 你做做刻意又有点轻度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状态 就是告诉我 我讨厌他 你喜欢他 我天下男人都死绝了吗 我不喜欢一个有孩子的 所以以你的条件素养 会成为一个温柔的贤惠的 真的 我明天真的有事 要不然 我也不会求你了 对不对 你就当是为了我呗 我跟你们四个的关系 有点复杂 但如果不是子清来求我的话 我也不会来这儿 那现在为了小菲的婚礼 我们就公事公办就事论事 大家把手机调成精英的模式 我希望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开完这个会 好 好 你当这是咱们公司会议呢 搞这么严肃干吗 在我心里 小菲的婚礼 要比在公司开所有的会议都重要 对吗 谢谢师总 谢谢师总 那个 那个那就请开始您的表演 作为这次的策划师 根据向先生的性格 我能准备了一些 在美国策划婚礼的成功案例 大家请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么多 这看着还不错呀 对啊 不是你这A方案太雷了吧 新郎新娘秤古典龙舟 从酒店护征兴起航至会场鞭靠岸 然后南方上场不业之的情池 是 你也支持谁 如果你能有更好更稳妥的方案 欢迎你提出来说服我 你看一下 这B方案也不怎么样 艾西方古典六部 双人骑马 不如婚礼现场 你会骑马吗 是是是 不会 所以照着骑马安全吗 我曾经参加过 三次动物开场的婚礼 百分之百的成功 而且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基本上 你作为一个乙方 靠基本上的这个理论来支撑 你觉得甲方会满意吗 那我想问佟总工 你所有的设计和方案 全部都是成功的吗 实验是实验 我实验可以失败 失败了之后我可以再来 人家这婚礼只有一次啊 你能再结一次婚吗 结不了了 二伟 二伟啊 今天啊 咱们是开小菲的婚礼策划案 对对对 不是贵公司的研发案 对对对对 稍微冷静一下 好 你要是有更好的方案 你可以提出来啊 好了 提不出来那就这么定了 现代化的风格 至于婚礼的宾客嘛 你们三个兄弟当中 被婚的自然就是小菲的伴郎 我们三个都是伴郎 你要当伴郎 我是甲方我说了算了 好 我们尽快拉一个讨论群 我能也回去想一下 什么样是更好的开场方案 这一定是幻灵点心之谜 散会